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一起挤筷子 这祭餐是行李而不是出来吃饭 这个你得明白这个情形 饿了不要紧 饿了回家吃去 当主客要让大家 必须请大家一同挤住 拿汤匙也如此 一上菜先别吃 先敬酒 这是正式的 前面的那些都是陪衬 从前官场中都穿了一身礼服 一起在桌子前头行大礼 行对手败 这是真行礼 绝对不是假的 现在中华民国行鞠躬礼 你偏要磕头那就不对了 因为礼从属 行完礼以后 主人就说 请诸位宽衣 或是摘帽子 或是脱衣 这个时候就可以随便一点 也有人说 坐而正观 起而更衣 坐下就在那里 规规矩矩的 起来必须是为了更衣 才起来 更衣两个字 大家听明白 并不是换衣服 但也可以换衣服 上厕所 小姐方便也叫更衣 现在更衣所各处都有 你进去更衣吗 马雪如老人 那么给我们讲这一条 聚餐吃饭 是行礼 要懂这个礼 不是出来吃饭 我们现在人都不懂这个礼 以为聚餐 就是给人家请吃饭 吃饭是没有错 但是这个吃饭 是宾主之礼 要行这个礼 要懂这个礼 所以 这个不是为了吃那餐饭 这个道理我们要明白 就是聚餐 也有聚餐礼 礼 这一条主要讲 我们主要是被人请去当主客的 那么主人一定会请我们 先请 那我们也不能自己就先吃了 也要礼貌上请大家 大家一起来 大家挤筷子 或者拿汤子一起来 所以必请大家同举 这个 是一个礼节 所以这个我们都要学 所以吃饭是行礼 也是我们学习这个 祭餐礼仪的一个机会 那后面讲到更衣两个字 就是 过去这个更衣 上厕所 这个 在餐桌上讲更衣 那比较好听 如果在餐桌大家吃完 我要去上个厕所 听起来也 不太好听 所以讲更衣 不是去换衣服 但是也可以换衣服 主要是上厕所 现在人不知道这个礼 所以更衣所到处都是了 好 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增长 华喜充满 阿弥陀佛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谢谢大家